大家好,欢迎来到戴安的频道 春天已经到了 嫩芽抽汁 非常的美丽 粉红色的樱花绽放 戴安在这个时候赶紧把观赏樱花的好景点 在这里赶紧的给大家整理出来 特别做了一个地图 大家可以从东边往西边开始看 在东边是长岛的Printing Field 在西边是New Jersey的Branch Book Park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认真地把它看完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介绍纽约三个 值得来观赏樱花的景点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着手去观赏 穿上你最舒适的球鞋 戴上你的相机或者是手机 可以拍出很多很多美好的照片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在东边的Printing Field 长岛的Printing Field 我们在之前的冬季 家庭游必去的地方 它是其中一个很美的景点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再把我们冬季 长岛必游的景点 这个视频再拿出来观看 整个Printing Field环绕在 温室、花园、草坪、林间的小径 践行的步道 占地409英亩 面积相当于半个中央公园 在1949年 他们的主人William 以一元美金的价格 把豪宅卖给冬约州政府 促进农业和园艺教育的养成 因此在Printing Field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非营利机构 他们在当中来认领 种植许多的植物 初春的时候开了很多的樱花 而且大家可以在平日、假日 都可以到那里 因为他们那边再怎么多人 看起来都不多 因为毕竟要舟车劳顿到长岛来赏花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到很美的樱花 除了四月的樱花 渐渐的也会开始开杜鹃花 到了六月有玫瑰花 Printing Field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景点 简直就是我家的后花园 在我女儿还一个月大的时候 我就开始带她来这个Printing Field 的Greenhouse来赏花 非常庆幸 纽约有一个这么美的可以工人休憩的庭园 让喜爱大自然的人 有一个像自家后院一样的花园美景 第二个要介绍的公园是在Frashing 在皇后区的Frashing Frashing Middles Corona Park Frashing Middles Corona Park 占地897英亩 从1930年首次成立以来 是很多游客会来观赏的景点 包括皇后区博物馆 纽约科学馆 还有一个球场 这个球场是为了1964年 世界博览会建造的 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体育设施 步行 自行车道 还有整个公园的花园 三月底的时候 单半的樱花已经开放 所以现在你们听到我的频道 已经可以开始去Frashing Middles Corona Park 去赏花 建议大家在平日的时候去 可以享受安静 而且可以好好的在那里拍照 野餐 我今年已经特别跑到那里去曼跑了 曼跑的时候还有樱花花瓣慢慢地落下 非常的美丽 在四月的时候会开始有很多双半的白色的樱花开放 在皇后区的朋友不要戳过这两个礼拜的花期 好好地带着家人 孩子去那里赏花 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布鲁克林植物园 布鲁克林植物园 布鲁克林 占地52英亩 是在布鲁克林的中心地带 1920年成立 这个花园是很多游客喜欢来的地方 他们的樱花就开在日本花园区 来到当中可以看到日本的造景 非常的漂亮 除了樱花以外 布鲁克林植物园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教育活动 研讨会 课程 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线上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的种植知识 为了奖励大家非常有诚意地听到这里 要给大家一个鼓励 在这里介绍第四个景点 在纽泽西州 不在纽约 但是离纽约很近 叫做Branchburg Park Branchburg Park 我们可以称它为小溪公园 占地360英亩 它们每年都有盛大的樱花季 在美国东岸 大家都会跑到Washington D.C.去赏樱花 如果你不想跑这么远 来到Branchburg Park 非常非常的值得 小溪公园在1927年 种植了很多的粉红色和白色的樱花 有一位女士 向这个公园捐赠了2000棵樱花树 去纪念她一故的丈夫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5000多棵樱花树 时间到了 整个花园都爆满了樱花 非常非常的美丽 公园的第一届的樱花节是在1976年举行 今年也会照样的举行 时间是在4月1号到4月16号2023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他们的活动细节 樱花季活动包括自行车的比赛 慢跑比赛 还有许多的日本文化活动 当然在樱花季的时候来的游客非常的多 所以但也只有去过一次樱花季 其他的时候都是在平日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去 在参加樱花季的时候 我们也在当中听到许多的日本的舞蹈音乐 查到见到非常的丰富 在这里可以为长辈家人孩子 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这里的小溪非常的漂亮 观赏樱花可以看到樱花有的挺立枝头 有的含苞待放 有的笑脸展开 有的开的狂妄 开心的迎接春天的到来 盛开的时候 我刚刚提的这三个地方 都有许多的樱花花海 清风吹过 樱花就开始纷纷散落 非常非常的美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 你们当地有什么漂亮的 可以看樱花的地方 赏樱花的地方 不一定要在纽约 在全世界的各地都可以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分享 与大家分享 在日本 樱花生开的季节 也是在四月前后 刚好跟日本的许多重要的事情 一起发生 所以象征入学 毕业 就职 等等 人生的新开始 是相当具有生命力的花 我们同样可以去思考 樱花所象征的 那个短暂的生命 我们人的一生 生命真的很短暂 二十岁的年轻人 可能不会感受到 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年过中年 一定会想要好好的把握住 生命中美好的人 事物 去思想 怎么样可以更有智慧 怎么样可以有智慧 去过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 认识耶和华 神是智慧的开端 只要我们专心寻求他 我们就能够寻见 上帝要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祝福大家都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春天 喜欢戴恩频道的欢迎点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